什么意思 因为是这样 双胞胎长相是一样的 但性格不一样 我们就不可能说光凭长相 就是我和哥哥 或者是我和弟弟 很好玩吗 你不是双胞胎 可能感受不到这种乐趣吧 你说的我好弟 我感受不到这种乐趣 因为我们双胞胎 如果你想一下 你找了一对 也是双胞胎的兄弟 然后 然后再两人 各生一对双胞胎 我一到那个家里面去 我会疯掉 为什么双胞胎 要找双胞胎 从小我家里人 还有朋友就会说 有没有想过 找一对双胞胎的兄弟 可以试着相处 我一想还挺好玩的 然后就有一天上网 没事 就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 就想寻一对双胞胎 有缘的兄弟 后来过得没多久 可能就收到了李斯 哥哥 哥哥李斯的一个回信 对 然后就和几个商量者 和他们 对 就签了这个合约 可能当时也是出一种 好玩的心态 然后后来没有考虑到后果 有什么后果呀 就是我们两个同事 喜欢上了一个人 实际上 我挺喜欢弟弟的 就这么说吧 但是我觉得 姐姐和哥哥 真的挺配的 是 而且 你们的合约应该是小的 只能配小的呀 两个人相处的话 是看最后的感觉 跟大小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确实弟弟对我 可能要更喜欢 这我能感受出来 你想多了吧 好 你们为什么都喜欢弟弟呢 弟弟有什么好呢 反正两个人都长得一模一样 但他们俩性格的话 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是吧 你们一人说一条 你先说 弟弟就是很有主见 你 我说哥哥不浪漫 弟弟很细心 弟弟也很会照顾人 弟弟和他在一起的 相处感觉 就是让我想和他继续交往 他就是我喜欢的那种人 今日头条就是 双胞胎相亲 哥哥高嫌弃 没有 哥哥其实也挺好的 就是也只能说 做好朋友 但是这个事情 确实不能勉强 在此之前 没有人追你们吗 有 但他们不是双胞胎 所以就怕死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们这些 不是双胞胎的 还没资格追你们了 没有 我们就只想尝试一下 你们其实非双胞胎 不是这个意思 抗议吧 抗议的都举起拳头来 抗议不下 我倒是觉得 其实他们有这个想法 可能基于 他们是双胞胎的内心 咱们可能不了解 但是如果 我要是双胞胎的 我有一个哥哥或者弟弟 我可能也会有 他们这种想法 谁说的 我是双子座 我觉得你们这一开始 就是那个搜主意 你们俩吃双胞胎 所以心心相忆 很容易去爱上同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呀 就是很搭呀 对呀 然后生的孩子 再长得一模一样 你们叫做复印记呀 其实年轻人的世界 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生活 就是那么简简单单 遇到一个人 我觉得如果让他们能开心的话 其实也是生活中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 这样的一个创意呀 你们的完全就是把 很平常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乱七八糟 这个不叫创意 我觉得就没事找事 你们这个感觉 好像有点爱情合约的感觉 就是我在想着 对方是双胞胎 我们才同意 哪怕我们不知道 他的性格 人品等等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种 把这个爱情当作游戏 和儿戏 再去玩耍的感觉 就谈恋爱 一定不能看表面 一定要看内心 如果你以外貌取人 去选择对象的话 大错特错 恰恰你舍本竹墨 就是有很多巧合 但这种巧合不是人为的 人为的巧合不叫巧合 那叫故作 如果因为故作 而导致了爱情的混乱 最后往往是得不偿失的 行吧 你给我开门吧 谁去开 我们一起 好 去吧 这样看不一样 其实远看 妹妹确实脸要瘦一点 是吧 你看 也小一点 姐姐要丰润一点 好 问一下 如果这兄弟俩都没来 怎么办 我们两个都有勇气 站在这儿了 他们如果不来的话 可能会让我很失望吧 我觉得他们两个 如果没有来的话 可能就这段合约就到此结束 彼此之间最好的结果 可能也就是做个朋友吧 那如果他们俩都不来 你们以后还会 再质疑找双胞胎吗 不会了 对 也会考虑一下 我们这些反复俗词的 最近爱情的话 就是都是自己的嘛 事来事去也不太好 如果他们两个俩 来了以后 都说喜欢姐姐 或者喜欢妹妹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不管喜欢谁 我都会争取我喜欢的那个人 弟弟不管选择谁 我们都会祝福对方 我是这样子想的 那你们就不考虑一下哥哥 我好担心哥哥 哥哥会想 我都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我都跟他一模一样 凭什么不选我 可能这种事情确实没办法勉强吧 我喜欢就是不喜欢 好吧 你们既然都这么嫌弃哥哥 我也没办法 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安静 一个月前 一则双胞胎姐妹 寻找有人的双胞胎兄弟的帖子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很快姐妹俩就收到了一对双胞胎兄弟的回复 双方在约定的地点见面 并且签订了约会合约 开始正式交往 两对双胞胎互缓相处一个月后 由于弟弟李维性格活泼开朗 细心体贴 得到姐妹俩的亲爱 今天双胞胎姐妹来到现场 同时向弟弟告白 那么双胞胎兄弟会来到现场吗 他们心仪的女孩是姐姐还是妹妹 这份合约 又是否让他们收获完美爱情呢 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见 诶 Micha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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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幸福来得好不容易 才会让人更长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弟弟李维 今年23岁 你创报他 对 遭嫌弃的哥哥为什么没来 其实我哥今天是特别想 但是由于工作人员 你们在最开始看到他们这个体质的时候 你们不觉得很无聊吗 我感觉挺好 挺好 你们以前也想过这事 只要是创摩台 基本99%都想了这个问题 那要是报错过咱们 不是创摩台应该不知道 是创摩台你就能知道了 对 你真能分得出来 完全能分得出来 真的 你把脸背过去 过来 把这撕下来 我还就不信 你站这儿 他背 现在我也分不清 再换个位子 把这个拿掉 这个怎么能拿着手段呢 再换个位子 再换个位子 转两圈 好 别动 可以了 请回头 不准动 回头 别动 说一下 哪个是姐姐 哪个是妹妹 右边是姐姐 手段是妹妹 这都看得出 你是 我看你那个 我看你脸上就知道 这个是什么 姐姐 这真的猜对的 这真是姐姐 因为妹妹脸上那边 是有个痘的 真是可以 这都看得出来 那你能闻出来吗 就是你不能看 你就这样闻一下 能闻出来吗 这个的话 好 试一下 好 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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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来换位子 这个给我 换位子 好 看不到 再换位子 再换 继续换 好 来吧 哥们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回过头 好 来 再换位子 别动手 来 这个换位子 来 这个换位子 请问 左边的是姐姐还是妹妹 不能再换一下 再换位子 哪个是姐姐 哪个是妹妹 应该是 左边是妹妹 左边是妹妹 右边是 我看一下 你把琢磨撩起 她又跪了 我的妈呀 不玩她了 不玩她了 这部眼镜很不错 油带的 我感觉 挺顺利的 你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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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上 贴上 来 接下来 来 接下来 我们进入告白时间 好吧 你们把事说清楚 我们就不逗闷子了 来 站 站 站 妹妹 姐姐 分别站到自己的位置 相应的 空白的位置 要做出选择了 接下来是孟观 孟乐和李维的告白时间 然后今天我们两个都带了一份礼物 这是我为你进行准备的一个钱包 如果说你最后选择了我的话 因为我洗了很多我们在一起的照片 如果你选择我的话 我会把照片放进钱包里 之后当你打开它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的回忆 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这是我清新为你挑选的 是一个香水 我很喜欢的一种味道 我希望你以后出门的时候可以喷点香水 这样子的话 你身上就有我喜欢的味道 如果 你选择吧 如果你喜欢谁 你就拿谁的礼物 风吹雨晨花 时间追不上白马 你也说真心的梦子 依然经历着爱 其实真的很举个气 我也很谢谢你能喜欢我 可是在之前那一个月 我跟妹妹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感觉她 是那种需要特别被需要照顾的人 也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真的对不起 我哪里也顶不上她 我们俩长得都一样 你为什么要选择她 姐 别哭 别哭 你哭我也看着难受 其实我今天来之前 我哥也交代我说 让我给宝宽看一段视频 可以 宝宽 但是看到就在视频的时候 我已经不已经知道结果 但是我还想对你说 我喜欢你 由于工作人员 不能到现场亲口的面说 我跟她非常抱歉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们再互相地了解一下对方 好吗 我性格没有我地理那么 活过很开朗 比较不冷 我是一个半个性格的人 我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 实在不行 咱们就再定一份合约 时间 没有人就一天 你曾说过不分离 要一直住在一起 现在我想问问你 是否只是童年无忌 反过来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以后还在一块相处 你们不找 咱们要两个对两个 妹妹获得了幸福 你真不开心 不开心 但是不开心 爱情不能人为约束 不能人为分配 只要你们打破这个合约 我相信你能迅速地找到爱 土老师 我特别想问姐姐一句话 姐姐 你会接受哥哥对你的爱吗 也许 可以是接受一下 我个人给你个建议 如果你不爱 那个哥哥的话 不要接受他对你的爱 虽然双胞胎长得一样 但是你们内在的不同 和我们普通人是一样 充分去发现 自己彼此的不同 而不要一昧地 再去找你们彼此的相同 这才是双胞胎的身上 好 你们俩去吧 你往后走 如果他是真的 他才拿了这十万块钱 那他就不值得我去爱 我幸福 古大风 我说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给你十万块钱 你不要过来了 这十万块钱 真是你给的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不清楚吗 稍后继续为您播放 完美告白 为您播放的是 完美告白 今天来次向我的司机告白 今年33岁了 23岁 他突然间辞职了 我听我的朋友又说 他拿了我一个 合作伙伴的十万块钱 如果他是真的 贪财拿了这十万块钱 那他就不值得我去爱 我幸福 古大风 那十万块钱 真是你给的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不清楚吗 小陈 我今天是来 把那个十万块钱还给他 我通过反光 进去看到古大哥 怎么可能 好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辽宁卫视 完美告白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 五节目三